打破煉金系列眾多紀錄 發表續作消息之後 就讓玩家無比期待的萊莎的煉金攻防 2 失落傳說與秘密妖精 在東京電玩展中也公開了實境影片和全新 PV 囉 影片中展示了採集調和、探索和戰鬥 大部分都是基於一代的系統改良而成 調和用的精華和進化連結系統 將賦予調和上更大的自由度 和變化性 新的坐騎系統除了能夠提供更高的機動力之外 還能夠幫萊莎挖掘採集 採集則新增了提示介面 這些都是相當方便的新功能 在探索方面 萊莎可愛的泳姿就是這次的直播重點啦 本作中萊莎能夠下海潛水游泳 上岸後還有服裝滴水的細部表現 並藉著新的探索道具在空中擺動移動等等 各式各樣的新探索動作 將為玩家增加探索時的樂趣 最後就是揭露比起過往節奏更快的戰鬥系統 切換人物的操作也變得更為直覺 還公開了萊莎在本作的道具附和必殺技 萊莎的煉金工房 2 預計將在 12 月 3 日正式發售 並宣布將會登上 PS5 主機 想要再次看到那雙香香的大腿嗎 那就趕快去預購把萊莎帶回家吧 我們下載了